从家里提出一代一代的环保资源 这一天是蒲巴人期待已久的日子 在他们的祖国区 筹备多时的环保点终于成立了 早在一星期前 在持继之工的陪伴下 蒲巴人和几位当地发心的居民 挨家挨户为左邻右舍 做事前的宣导已邀约 虽然第一次学习资源分类 但是这些大人小孩很快就上手 之前都把资源变卖的巴吉安 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他们全部还不是志工 未必对持继理念也是不是很深 但是只知道那个法喜 从那个做出来 有那个法喜 他们就会分享 跟他们凝聚分享 我觉得是那个是最好的第一步 在这祖国区 目前环境卫生尚为理想 随着环保点的成立 以持继之工的努力下 希望竹居民们的环保观念能够提升 携手不踢球 大爱新闻 李嘉宜大会打 马来西亚发生报道